事發後 家長趕到學校接子女放學 警方觸起封鎖線調查 有家長表示 學校門口有保安看守 不明白男人為何可以闖入校園 而教育部長佩永縮短在布魯塞爾的外訪 反國道學校視察 他說對校園內發生血腥事件感到心痛 並承諾會為師生和家長提供支援 而校方亦為師生提供心理輔導 事發的施立天主教學校 招收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學生 位於巴黎著名景點 艾菲爾鐵塔附近 當地星期四 滿線時間 一名50多歲男人闖入校園 職員試圖阻止他但不成功 之後他走入一間課室 在十多名師生面前吞槍自殺 警方正調查他的動機 但初步相信 他與學校並沒有關係